我是新上任的福建安插室 我叫俞成龙 你们有什么冤屈 可以给本官讲 先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们这些当官的 官官兴护 你们看到了我们黄塘村 二十三户的冤屈了吗 本官今天刚刚上任 你们就以 这种骚乱的方式来迎接我 好 你说你有冤屈 那我俞成龙今天就要听听 你们到底有什么冤屈 如果你们的确是有冤屈 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我俞成龙说话 说到做到 你们就要注意 不凭什么 我们是可疑 有吧 你是誰 他 是 是 这个 看 我们是 他们都会不会 放费 他们都会 你们是不是 有 把 我 还是 这个 我们是 杀 杀 杀 我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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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已经看到你们手心里用写写的冤字 如果你们真的有冤 我于成龙一定还你们一个清白 你们现在先把手放下来 谁是这儿的典医长 在下葛散天 我是在这儿典医长 被之给大人叩头 搞关系 你给本官讲讲 大佬里到底发生何事 电台大人 今天放风时 第八区的犯人突然骚动起来 紧接着其他区域的犯人也跟着骚动起来 然后开始转门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啊 本官实在问你 犯人为何发生骚乱 今天带头闹事的这伙犯人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是他们引发了全监狱的骚乱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是 他们都是黄塘村人 那被打的犯人也是黄塘村人吗 那个犯人他不是黄塘村哪 既然他们不是一个村 那他们之间就是有积怨了 其实也没什么积怨 这个被打的犯人叫牛阿根 是因为牛阿根举报了黄塘村人 他们便怀恨在心 处处想报复牛阿根哪 牛阿根举报了黄塘村人 是 那牛阿根为何被关到大牢里 牛阿根后来也犯了通海罪 张大人到 下官见过张大人 于大人 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快把这些犯人都关起来 是是是 把他们都关起来 不 是 就让老乡们 今天在这儿 诉说一下他们的冤屈 是 于大人 张大人 正好你也一起听听 要听也不能在这儿听啊 为什么不可以 这儿完全可以 这个案子是我主审的 我很清楚 没有必要再审了 张大人 发生这么大的骚乱 这个案子难道还没有问题吗 于大人 我是福建的部证使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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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你听到喊冤了吗 老虾们 你们有什么冤屈 今天 就在这儿 讲给我于成龙廷 我一定为你们做主 于大人 我是黄塘村的黄兴祖 今天就是我带大伙闹起来的 我就是带头的 既然于大人要给我们做主 我就代表乡亲们给你讲一讲 好 不过现在本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 被你们打伤的犯人 现在奄奄一息 急需要治疗 你既然说是你带头闹事的 那本官就先把你关起来 然后再慢慢听你申诉 如何 来人 来人 把黄兴祖带走后审 是 老虾们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于成龙 你们现在就回到各自的牢房 本官一定会为你们做主 不 那 那我们听于大人的 咱们先回去吧 好好好 咱们先回去吧 咱们先回去 我们回去吧 于大人 你要听我们信愿啊 于大人 听我们信愿啊 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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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议长 在 把犯人牛阿根单独关押起来 不许任何人接近 是 快快 张大人 本案查室 要重新审理黄塘村一案 程农兄 黄塘村的案子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这里面没有冤情 无需再审了 没有冤情最好 你 是 娘 我饿了 饿了 等你姑父他们回来就吃饭 这都什么时候了 老爷怎么还没回来 是啊 你玉林哥出去买凉了 还没回来呢 我回来了 大舅你买啥吃的了 大舅今天呢 买了三十斤的糠面 又是糠面 天天吃糠面 糠面都快把我的嗓子拉破了 等你姑父发了凤言 大舅就给你买白面吃 都说了多少回来 可我连一顿都没吃过 下次 下次大舅一定给你买白面吃 我才不信呢 你想买姑父也不让 晓晓 姑父什么时候 舍不得让你吃了 姑父啥时候都舍不得 晓晓在背后说姑父的坏话 一会儿啊 我就告诉你姑父去 大舅才不会 大舅才不会 你看 大舅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烤薯耶 谢谢大舅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好 怎么样了 邓医长 这个犯人伤势很重 得需要专人护理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嗯 我知道了 我会安排的 好 我先给他用些外服药 扣服药一会儿回去 就改房子 好 你先处理一下他的外伤 好 我这就处理 那个人怎么样了 前些天刚刚治疗过 现在好多了 不 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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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带案犯黄兴祖上堂 带案犯黄兴祖上堂 走 走 快点 跪下 跪下 黄兴祖 恳请青天大老爷于大人 为黄塘村二十三户人家 平原昼雪啊 牛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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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被打的犯人叫牛蛙根 是因为牛蛙根 举报了黄塘村人 他们便怀恨在心 处处想报复牛蛙根哪 那牛蛙根为何被关到大牢里 牛蛙根 牛蛙根后来也犯了通海罪 周先生 您找我 您怎么没吃啊 雨林 你去大堂 把柳杰昂果叫来 周先生 老爷正在堂上闪案子 柳先生怕是过不来 这个案子一时半会儿审不完 你去吧 就说我有话跟他说 我们黄塘村 二十三户人家 家家都是渔民 足足备备 靠打鱼为生 不打鱼 我们就一天也活不了 刘先生 周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他叫我没什么好事 不去 可这牛蛙根 他捏造了我们通匪的事实 官府来人 没收了我们所有的渔船 和家产 于大人 我们是冤枉的呀 刚才我去周先生的房间 看他一个人心事重重 一筹莫长的样子 他一定是在千海令 这个案子上遇到的死结 柳先生总是动物 我觉得周先生是要请你过去 帮他拿个主意 行 咱们去吧 牛蛙根为什么举报你 因为自打 朝廷颁布了千海令以来 其中有一条 告发人被查明所告发属实 被告发人的所有财产 都归告发人所有 牛蛙根就是基于这个事情 才告发我们的 怎么回事啊 我正在审案呢 你叫一林把我叫来干吗呢 案子不是你审是余大人审 你不过是个陪衬而已 没那么重要 刘建阳 你不要耍脾气 我说你是个陪衬 你还只够得上是个陪衬 废话少说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 我这个穆斌 是可以替余大人审案子的 但你这个刀比小丽 却不行 有什么事快说我忙着呢 小丽 刘小丽 请你回大堂马上告诉余大人 就说我说的 黄堂村那个案子 在黄心祖身上 是审不出什么结果的 找那个姓牛的审 那个叫牛蛙根的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你这回啊 还真跟我想到一起了 不是我跟你想到一起了 是你跟我想到一起了 快去 别让余大人在黄心祖身上 瞎飞那么多没用的功夫 还没吃呢 我告诉你这回啊 我是跟你想到一起了 心情好点了吧 好好吃饭 吃你的吧 快去吧 刘小丽 黄心祖 牛蛙根是何须人意 那牛蛙根在县城里头 那是一人之下 众人之上啊 在县里他什么都管 你的冤屈本官已知晓 等查时之后 会给你一个交代吧 雅岸犯黄心祖退堂 是 余大人还放您明察 替小人做主啊 好 余大人 周先生让我传话给您 水 水来了 是 要不 咱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好 有水 一会儿不但有水 还有饭吃呢 好 走 来 走 走 老爷 周先生 先别忙共事了 把饭吃了吧 好 好 吃饭 小妹 你把催婷给我叫 走 周先生 说吧 这个案子不简单 这背后有些蹊跷 这个牛蛙根 原来是莆田县牙的典史 这就对了 一切原委 只有牛蛙根一个人他最清楚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大人 您叫我 崔婷 你马上去一趟扶手监狱 把那个牛蛙根给我监视起来 是 还有 如果他醒来 马上给我带来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一刻都不能耽搁 明白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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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 他给他喝了吧 你啥呀 他能喝吗 只能换水去 好 魏大人 我们是直接去押解那个犯人吗 不 先去见点狱长 水 来 水来喽 水来喽 把土浮起来 好 好 来喽 喝水啊 快 来喽 水 水 哥 你都给他换进去了 都换进去了 他一会儿不会醒过来吧 不可能 这药水特别厉害 这一辈子 他都醒不过来了 余大人能想的这个法子 实在是太好了 事关紧急 所以你们必须要保证人犯的安全 雷仆头尽管放心 我已经让郎中给他看过了 放心吧 不想 shower 小洋 不想